英洛被调去新环境,又结交了执行好友,两人之间相依被伴在长春宫如鱼得水。 哎,那英洛竟然被调去其他地方,相信很多人都不得其解,那么各种缘由,就由小编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,英洛自从的皇后提拔,掉入长春宫以后,就一只身的皇后喜爱,那么一个如此的主子看重之人,怎么会被调入其他地方呢? 相信不知情的人都会觉得被以所思吧,但其实皇后将英洛掉入新者库,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英洛,那么相信又有人会觉得疑惑,皇后是一个如此位高权重之人,难道还会有他不能保护之人吗? 竟然是要将英洛掉入新者库,那么重重疑问,就让小编为大家细细道来吧,英洛自从入宫以来,就从来没有傲记姐姐的委屈,一直想要为姐姐成员得雪,而英洛自次遭难,便是因为姐姐的缘故,英洛向上天祈祷称治恶人,幕后凶手玉太妃,竟真的被上天赌走了性命,一道天雷将玉太妃永久的远离人世, 这样颇具神话色彩的一幕,或许不合常理,但是在小编看来,这其实是向我们宣扬的一个正能量,恶人终会得到应有的惩罚,我们在生活中却不可行恶,否则只会像玉太妃那样,不得煞中,平常夺住人为乐,与人行善,才是我们新时代青年所应该做的,玉太妃是太后宫中的人,又是何亲王的母亲,如此身份, 贵中之人,英洛与这件事有关联,会有极大的可能为皇上言,成,皇后为了保护英洛,只得将英洛调去心者库,无论英洛怎样苦苦哀求,皇后都只得狠心将英洛赶走,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许多像这样的事情,关心爱哭自己的人,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,只能做出一些违背他们心愿的事情, 这时候我们应该静下来细细思考,体谅自己的亲人朋友,不要让他们更加为难,英洛来到心者库,在心者库过得十分艰难,看得电视机前的小编都为英洛心疼,英洛不仅远离了自己所敬爱的人,在新的环境还受到众人排挤,这是怎样悲惨的一个环境啊, 但是英洛没有一蹶不振,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强,不被困难所击到,是的,我们就应该像英洛那样,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,在你竟面前永不言伴,做一个刚强之人,英洛被分配的差势是善喜个公公筒,乃是心者库最脏最累的活,英洛因此身上也有了些许意味,更加没有人愿意与英洛来往, 但是在阴差阳错之下,英洛就下了险些被害的太监袁春望,人而不善言辞,性格冷漠的他,因此渐渐也与英洛熟络起来,再加上英洛是一个善良,坚强之人,袁春望渐渐被英洛所吸引,深觉他们两是同一类型的人,便诚心与英洛相交,于是两人说好,又在宫中结为异性兄妹,相互照顾, 果然只要一个人性格良善,无论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,都可以揭导到知心好友,你要相信,只要你真心付出,就一定能收到对方真诚的回应,所以在生活中,我们一定有为人真诚,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,不要去动挨心思,如果这样,只会尽失人心, 最后的非所愿,因落远离皇后,被众人排挤,都没有对生活失去希望,我们又有何理由,对生活毫无积极向上之心呢,一个身陷如此困境之人,都能以坚强的心态去面对,我们又有何理由一蹶不振呢,所以,我们一定要坚强,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击败,一定要做一个最完美的自己。 我们下期再见